大家好,我是Alice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新出鏡頭XCD 之前我出過兩條影片 有一條是用初步體驗 上手去比較一下 而第一條影片是出街已經實戰 走天的景色、實景 在街上拍攝 今次亦會繼續來試 那我的相機在哪裏呢? 正在嘗試 因為這部相對比較小 變成我們出街拍攝時 就不用太大陣場 要拿很多東西 很大的相機台等等 雖然你看到的袋子很小 但已經拿了一鏡子一鏡 還有電池等等 銀花電話都還在 我的相機鏡頭已經拍攝好了 真的很小 對,如果重量也不重 今天要試試甚麼呢? 主要是買一個特別的模式 X2D的機身 之前有一個FREME UPDATE UPDATE之後 它多了一個Code 叫Code Mode 大家都知道 Code Mode可能是拍攝四方形 首尾九等等 而這個Code Mode 也曾經出過一部X-Pen的相機 X-Pen的相機 主要是用回一沙龍飛籠 即是我們現在叫做FREME 24x的飛籠 但它機的臉幅 有些鹽紅 是幅幅的 即是幅畫面 和長條形 它是拍攝到24x65 比我們正常的24x36 長了一倍 而這部機拍攝的風格 也很特別 當年我曾經想買 但現在如果要買二手 要一機三鏡 就說很多萬多萬元 是很貴的 但現在HASO VELX 2D 它多了一個鏈封的MODE 就是X-Pen的MODE 拍攝出來是長條形 大家可能沒有分 而照常拍攝 這個中幾幅是3比4 回來再裁是否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的 因為你回來 4比3都可以裁是X-Pen 即是等於24x65 但你拿到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是看不準的 因為你畫面裏面是這麼寬的 但你會做這麼窄窄 那些畫面上下多了一些東西 會不會有些東西 剛好剪掉了呢 你不清楚 如果在相機設定了一個X-Pen Mode 已經看到是長的 所以在腦位方面 就會看重很多 並且除了我拿到位置 看到時是長條之外 其他位置你還可以選擇一個 是完全黑色還是半透明等等 你也可以看到 X-Pen這個長條形 以外的東西 究竟有甚麼變化 譬如有人進來 又或者有些東西進入了等等 這個也挺方便的 而且因為這支鏡本身是28 如果要轉換Full Frame來說 它大概是22mm左右的 而2mm拍攝這個闊景也不錯 我們現在就去拍攝看看 如果大家沒有拍攝全景或長條相的經驗 突然拍攝這個X-Pen Mode 都可能會覺得有點陌生 以前X-Pen相機總共有三支鏡頭 最闊是30mm 然後是45mm 以及90mm 如果對應Huzzle Bird的顯幅和鏡頭 X-Pen的30mm大約等於現在的21mm 而45mm大約等於現在的30mm 而90mm大約等於65mm 而X-2D拍X-Pen出來的影像質素 大約是接近5000萬像素 一般來說都相當夠用了 而很多相機或電話中 都沒有這麼特別的比例 它大約是1-2.7 如果大家想模擬 可以將相機或電話設定為16-9 接著再開格子 大約是剩餘2-3 比例大約等於X-Pen的1-2.7 雖然現在的相機設定為1-2.7 X-Pen Mode 但回到Lightroom的時候 其實原本的RAW的4-3比例仍然存在 只不過一開相片時 你會見到下一個長條 如果按Code Mode的時候 便會見到原本的整個畫面 如果真的拍照的時候 邊角的構圖差一點的話 在後期來說還可以補救 相機X-2D設定X-Pen Mode的時候 其實除了拍的畫面以外的地方 可以設定為全黑或半透明 我大約設定為75% 即是說還能見到少許的影像 可以方便我看到 在畫面以外會有甚麼地方 例如鵝羅多上面多一點 還有位置 又或者鵝羅多就會穿崩等等 亦都會留意到會不會有人群 或其他東西進入畫面 所以我就不會將它設定為全黑 因為相機背面的Display比較大 亦都算是現在無反相機之中 最大一個Display 我拍照時的取景 大部份都是用Display去做的 取景構圖方面 都盡量表現這個闊畫面的特色 盡量去拍出一個療闊的感覺 如果可能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找一些前景 將它跨大一點 而闊景做了一個襯托 這次我主要是用一支Hustle Percenture鏡頭 XCD 28mm 如果轉換全面幅大約是22mm 如果轉換Xpane鏡頭 大約是以前的45mm 再闊一點點 鏡頭和機身的組合相當輕盈 眉外高角度 即是舉相機或將相機接近地下 都是很輕盈很方便的 而光圈方面我用了F8 因為只是講過鏡頭 白光圈的景深足夠覆蓋了 而為了高質素 ISO我仍然有200 而出來的快門一般都有100多 238 機身本身有五軸防震 快門慢一點 機身方面都不用怕震 只不過留意行人 如果太大動作就要留意一下 今次做這輯照片時 Lightworm和Photoshop 都仍未有Lens Profile 即是說現在這個效果是原汁完美 所有的變形或色散 都是沒有經修正的 但我都非常滿意 以這些餅鏡頭 設計較細輕型的鏡頭來說 通常它的變形、漆光、色散 都相對比較嚴重 需要靠後期的數碼矯正 才能得到比較好的效果 我做照片時將它放大 無論中心或邊角 解像度都非常高 邊角都沒有特別的暗角 或是色散出現 真是給了我一個驚喜 兼且這支鏡在Huzzleberg 鏡頭群組來說 相對售價比較低 以萬多元來說 可以買這麼高質素 以及這麼細小的鏡頭 都算是挺划算的 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 本身的天氣很光 而建築物在陰影 比較黑 但因為這個X2D相機 有15級的DM Ranger 我只是一張拍攝 事後再調高光和暗位 出來的效果都令人滿意 大家就馬上看看照片吧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ack in 到文化中心 旁边抑傷 在山廳附近,有水池 盡量利用特別長的蝙蝠 捏一些線條構圖 然後到樓梯,可以拍樓梯線條 加上休息的人 但要留意,因為人比較多 構圖時,留意邊角 盡量減半邊人 其實蠻考眼力的 把食品都放放空 加上兩下 舌頭,把水面放在二樓 我把水面放在上面 加上兩下 加上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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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筑物旁邊走過的人作為一個脆味點 人不需要太大,小小點就可以了 正好為畫面做出動與靜的對比 玻璃反映亦適合拍長條形的構圖 但拿位時就要左右走走 希望得到最適合的反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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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去到改名做麗英酒店附近海旁 亦有很多弧形線條去拍 除了弧形線條,欄杆亦有直角 下次大家去到這個地方,不妨留意一下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